一开始因为年轻小朋友不懂事的时候 就会想说买黄金的饰品 对戒指啊项链之类的 就是会去银楼买嘛 但是后来再长大一点 研究一点之后发现 其实饰品并没有很保值 要买就是要买黄金元块 那再到后来一点 其实就有黄金存折 然后再还有黄金期货这一类的 黄金具有避险保值的特性 甚至成为美国人第二偏好的长期投资 认定黄金是最佳长期投资的比例 也从2022年的15%上升至26% 甚至超越偏好投资股票 国际趋势不管是政治 然后战争还是经济 都会影响到黄金的价格 尤其是美金 它如果再跌的时候黄金一定涨 然后如果什么 美股说什么要升息降息 其实都会影响黄金的价格 然后再来就是战争 像去年的乌鱷战争 然后到今年的尾巴战争 其实这一些也都会影响 黄金投资多年的Catty 也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学 而确实随着尾巴战争 持续超过一个月 更刺激避险买盘 国际金价一度冲破 每盎司2000美元 而根据台湾银行指出 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增温之下 避险买盘推升金价 如果战事持续扩大 将激励金价持续走扬 以今年来看黄金的价位 大多落在1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 不过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 矽谷银行事件延烧的关系 因此让黄金一度冲高 来到了美元2072美元 以台币计价 现在是一个高点 可是以国际以美元计价的黄金 现在并不是一个到 到时候突破了历史的高点 应该是说在一年半以前 它曾经来到 一盎司以美元计价 2082美元 那现在基本上是停留在美元1900到2000之间 新展银行和瑞银集团更预估 未来12个月 金价可能达到2050美元 而扎打银行更预测 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 则是2010美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VID-19 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以哈冲突 基本上有三波的这种推动 我们最近看到黄金的价格 其实虽然是一个处于涨势 但是短期间还是有波动的 因为黄金呢 其实跟美元的这个汇率 还有国际情势 那再包括这个主要央行 它的这个分配 它的这种外汇存底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那所以说很多的因素 都会让黄金的价格 进行波动 短期金价的震荡 确实让投资者心痒痒 尤其在经济波动 和通膨时代来临 吸引投资人购买黄金避险 当然以持有比较久的 消费者来讲 他现在以台币来讲 他已经是创了一个新高了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卖出 最近的话 买的人也是有在增加当中 因为毕竟黄金是一个抗通膨的东西 现在呢 如果说要买卖黄金的话 它算是一个卖的一个好时机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概要放更长期 那未来呢 这个投资报酬率呢 才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我们 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整个的一个正协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想要投资黄金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要放时间够久 才能够有机会获利 不过黄金毕竟是随着国际情势和各界 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测有很大关联 因此就短期来看 涨幅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投资前也得衡量能力 TVBS新闻 陈如环消音场里面这些单词 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